我国再度落实全面封锁各行各业被属重创 要求落实自动暂缓还贷措施的呼声此起彼落 银行公会主席拿都阿都法利表示 银行会继续针对性落实暂缓还贷措施 帮助受影响的个人和中小企业 也是马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员的阿都法利指出 银行已经落实各种宽松的还款计划 如果坚持重返去年的全面自动暂缓还贷措施 将让富人或不受行管影响的业主获得同样援助 这意味着人民之后必须同样为贷款成本付出代价 于是无补 因此应该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 也就是在有限资源情况下 针对性帮助丢失饭碗或收入受到影响的人民和企业 才能对症下药达到止损作用 他也建议中小企业考虑转公数字平台商业模式 帮助企业拓展销售产品和服务的渠道 产品 产品